国内疫情多点爆发 但是下个星期4月8号 就是大甲妈祖的绕境活动了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不敢大意 针对绕境再下达新的防疫规定 也就是所有参加绕境的民众 包括镇兰宫董监事 工作人员 乡头团队还有乡客 通通必须要打满三剂疫苗才能够参加 镇兰宫为了识别 也将针对打满三剂的民众 提供疫苗3OK的识别证 要避免宗教盛事成为防疫破口 大甲镇兰宫董事长 延青标拔拔请示妈祖 敲定今年大甲妈祖绕境 起价就在4月8号子时 只是最近全台疫情多点爆发 绕境防疫再加盐 必须要接种满三剂疫苗的 才可以参与这个绕境的活动 除了原本的全程佩戴口罩 不钻教底不抢教 餐食得装合不能边走边吃 避免群聚休憩 现在再多加一条 得打满三剂疫苗才能参加 打的是比较安心 自己安全别人也安全 见能见智 觉得需要你就会去打 镇兰宫规划包括董监事 工作人员乡投和团队 只要提供疫苗施打证明 就能拿到一张疫苗3OK的识别证 其他随行相课 也会在绕境前开放时间索取 但问题来了 临时参加的或是沿途经过的商家民宅 这些民众如何发放 就怕成为防疫漏洞 这个很难预防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担心 有一点点 中间他进来参加 就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打三剂 那么多人不可能检查他 对对对对不参加 家人我也不会给他参加 打满三剂疫苗 才能参加绕境的新规定 成了大甲骂心智上路的 第一场大型宗教活动 庙方脸书po文宣导更重话 呼吁别提供不实防疫证明 否则惹了大甲骂不开心 庙方也一定会追究责任 借疆世界台中藏不到